哈喽哈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2号 今天礼拜四 今天是上课的第二十 第二十几天 第二十四天 第二十四天了 今天二十四天 现在是早上的8点35分 又他妈骑完了 最近这几天过的吧 有点心神不宁 不是心神不宁 就是他妈是心神不宁 就是有点那个 我这个后视镜全是雾水啊 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出身的太阳啊 已经除掉车身上的这个雾水了 哎呀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寒气越来越重 嗯 今天是几号五十 今天是12号 今天是 现在是8点36分 哎呀 又骑完了 又骑完了 这两天怎么回事 这两天 感觉生活很乱 你知道吧 就是下午 下午感觉特别累 晚上呢又感觉不知道干啥 说是在写作业 有时候吧 你一晃神 一愣神 一刷一会儿手机 时间一下子就没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这让我觉得很郁闷的是他 你想想咱们很想对比 很想对比一下 就是你会发现到我们 在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很多同龄人里面的人 他们的生活就变得很自律 动作行为什么东西都变得很老成 你知道吧 就感觉一下子一夜之间这帮鸟人田都成熟了 就他妈咱们没成熟 就是咱把每一天过的都跟他妈的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了 对一些都好奇 对一些都新鲜 每天都重复的这些东西呢 都忘了 都得重新来了 这是这个比较悲催的事情 比较悲催的事情 每天过的都跟 这也许也是个技能啊 说不好 你说谁能够把每一天都过的没有积累 像刚来到这个地方一样的 对吧 就是说不好听的 你每天都跟一个新手一样 每天过的都跟一个菜鸟一样 是吧 每天过的菜鸟一样 你在你身上没有体现到你时间在你身上的积累 不是 经验在你身上的积累 完全就是 哎 不是 前段时间刚学过嘛 怎么又忘了 又重新学 对 比如说 你第一次上学 学什么 Hi Lili My name is Hammy May 我操 你学了十七二十年了 你还得学这儿 Hi Lili Hammy May 我操 你说你每天能够成这样 他妈也是一个奇迹了 我操 这个是用反正的方式 从另外一个 从反方面来肯定自己的 毅无是处 OK OK 开玩笑 开玩笑 然后今天是要去考试了 我操发的 今天靠单词考上语法 明天还要写其他文件 我还没写呢 没动静呢 哎 我朋友说 你去学 开始学那个学分的时候呢 一般的一门课程是三个学分 是吧 三个学分到四个学分 应该是三个学分吧 三个学分 一个学习呢 可能你要学三门到四门已经是很紧张了 作为我们技术不好的三门到四门已经是很受不了的了 但是 他说 平均每一个学分呢 你每天要花在上面的时间要大概在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就说你今天 比如说你一天学一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一天学一门 一个礼拜学四门课 每一门课呢 你是有三个学分 所以每天要花三乘以三等于九个小时在你的学业上面 咱们哪有时间啊 你还要上课 还要时间吧 是吧 上课就算三个小时 回来还要六个小时 我说 哪有时间呢 你还不要工作了 你还不要养活自己了 是吧 花在六个小时 我说我说你当年你也是在打工 你也是在这个 当年你是怎么做的 他说我工作完 然后学习到晚上的十二点呢 谁知道凌晨呢 然后第二天又去上课 对啊 哎呀 还是当 还是这种身体强壮的人 那个身体数字好 是吧 那咱们就不行 咱们那咱们开什么玩笑 到十二点 都不行了 第二天就整个黑眼带就已经出来了 我昨天都十二点半睡了 今天看没有 黑眼带就整个就出来了 虽然眼睛不大 是吧 但黑眼睛看很明显 你的脸 你的眼睛下面这屏的地方都是黑的 又六个小时 很难 很难啊 这条路怎么这么难呢 这条路呢 就像 呃 某些大学的那种模式 叫宽禁延出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 是吧 都可以在这边土地上都可以生活的还算不错 还说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掌握一门东西呢 可能就比较难了 咱们今天往这边走了 我想今天吃什么了 吃饱饱了 咱们要我往这边走呢 我想 能不能不走这边呢 可不可以不走这边 可不可以不要走这边 哎呀 不行了 还要我从这上高速了 行吧 那就这样吧 这边楼口停的平区会时间 十月几号了 十月十一号了 今天十月十二号了 哎呀 十月份一半又快过完了 这他妈在这一年 二零二三年 都过了四分之三了 没几个月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熬多久 就这么着吧 反正 人生赌博嘛 其实每个人都是赌博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嘛 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是吧 就算你是掌握大资源 你是掌握大大信息的人 是吧 能够为你达到出一个物质条件啊 或者是某方面条件非常优渥的环境的 那你就说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就 就能这么盛盛利利的 就是过完嘛 对吧 你也不能保证嘛 对吧 搞不好 你就就就 就那个了 对不对 开了这么久 开几分钟了 开了快 开了快十分钟了 哎 是十分钟吗 对 开了快十分钟了 这个倒视镜 左右倒视镜的水 水气才消散 哎 这温某根 这个时候是有不是上头的啊 这个保庄的 哎呦 总是修路了啊 这是 今天总是修路了啊 哎 这个修的没修一样 它的修路 路面吧 和井盖 不是一般起义 这啊 慢点 慢点 不要着急 慢点 我一拍一张就倒霉了 哎 本身就没有多少钱 还要我额外的开支 哎 对 昨天礼拜三啊 昨天礼拜三 什么情况呢 我违法什么情况 礼拜三呢 我四点半 忙到六点半 忙了两个小时 给了我六单 平均一单是十块钱 然后呢 就差不多那两小时我做了六十块钱 然后六点半到七点之后吧 七点之后呢 就基本上没什么单子了 就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 就是能让我记得单子 这为什么要我走这条路啊 卧槽 这条路不是跟总吧 卧槽 哎 他们讨厌哪 怎么会下去吧 导航啊 哎呦 然后呢 就 然后什么 我忘记了 我刚刚讲到哪了 不过脑子呀 他们不过脑子呀 哎 你就感觉我就是像一条鱼 只有七分钟的记忆 你会发现我每七分钟就会换一次话题 因为我忘记了前面讲什么东西 哎呀 我就是一只大鱼啊 七分钟我就得换一次话题 我忘了讲什么了 我要想话题了 现在讲什么呢 健康 健康的话 腿呢还没好 还是有点阴影疼 我估计没什么大问题吧 反正这个礼拜应该不完 下礼拜应该能好 怎么着吧 不能不能让我 躺那么半个月吧 我躺 哎 我就硬插 操 硬插 然后学业的话要考试 别的没什么事 身体健康 什么一切都安好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没有事就是最好的事 这边什么双手道 这边分三六 三个道路 一切都是重新开始 咱们重新活吧 重新再活一遍吧 打游戏 你看 我上回 我很早之前 我才想起了一个东西 很早之前我给自己取个外号 叫什么新手春 什么 什么新手春滋生 滋生小白 是吧 咱们长期在新手春徘徊 又进不了极 但是又对新手春 总是在新手春学东西 升不了极 叫什么新手春滋生小白 新手春就逼不了业 你看人家一个都成长的一代大侠 就是充那个60几几几几平 100几 然后在120几 然后在转值 然后呢怎么样的 这种人生多丰富 咱们呢一直在新手春 砍充外面的这些 零级小怪 一级小怪 二级小怪 就砍小怪 还砍不好 就是不累积经验 你会说 搞得我像这个游戏的NPC一样 不累积经验 但是白弄啊 白瞎了 哇塞 完了 这边又堵上去 今天我们要去这个电脑房了 哎呀 我车又停得那么老远 还要走他妈一段路 没有了 堵啊堵 堵啊堵 还有换到五个车的 前面这三辆车都是老牌子 这老牌子在00年的牌子 这个车牌的主人差不多有20年的家庭 前面的黄牌就是10年的 差不多有十几年的家庭 然后那白色的牌子 这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不是这么认为的 这么认为太无端了 也就是人家换了 换了车牌子 换了这个更新 最新的车牌子 是吧 这就饱多了 我今天我今天这个 这条路就是不让我走是吧 我已经到了第三条车 第三条车到了 咋回事啊 我呢 邪魔弄了 后面的车 为什么跟我跟那么紧 哎 你们是过来了吗 再挤一挤 再往右边挤一挤 嘟嘟嘟 靠边靠边 嘟嘟嘟 靠边 来来来 靠边 哎 让我挤进去是最好的 你是蹦蹦打 嗯 嗯 嗯 今天又去那个 机房 机房上上去呢 也不知道干什么 天天就在这吹牛逼 老师在这改作业 其实在这吹牛逼 也也正经也上不了课 也就在这玩 哎 没意思 没意思 大早上跑机房玩 OK 我们从这下了啊 31 West 我操我操 好 好扭啊 这边应该走这种 哎呦 这条路也堵上了 这是咋回事 能不能走啊 抢一下吧 今天轮到我来抢了 昨天我最后两次我没抢到 这个口头没有上头吧 为了抢一下吃张单子可划不来了 哎呀 这个小朋友说有紧车了 还好他停在这儿 没看见我吧 没看见我 你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哎呦 太阳出的真是 早上起来16度 15度 外面多少度外面12度 车里面16度 哎 又要来倒车位了 哎呀 昨天挺前那边 暴停啊那边 我们今天就停这儿 停这行不行 咱们今天停这边吧 马上个屁的 无非就多走一点路而已 停车行不行 就停这儿吧 来来来 正好前面是九十九省 往后倒一倒 就停这儿吧 把窗子倒开 这真是有太阳 好了我们走了 我们去上课了 现在是8点55分 5分钟肯定走不到了 来来来来 哈喽 现在是2点36分啊 这还老师提倒了十分钟 2点25就下课了呢 哎呀 今天呢 上午干什么了 想想啊 上午第一个去电脑房 电脑房呢 也没对哪里说话吹牛 老师在改作业 每次都是问 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来问我呀 底下人都没有人回答 哎 然后第几个 第2节课就是考试 考了半个 有半个小时吗 考了差不多吧 半个小时 有几个人拖了时间了 差不多 我们当时很早就交了 我们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 我们就交了 然后有些人拖到了40多分钟了 考了单词和语法 有几个单词 它是新的单词 它没有在它的 没有给的单词里面 你知道吧 所以我一下子懵了 这个单词呢 我知道有这个单词 但是呢我忘了意思了 这不可能做错了 做错了好几道吗 这次不计只能得个五六十分了 哎呀 到我考上了 哎呀 你想抢我 抢我 这让我呀 对不对 那又冲进来了 你给那数字不讲 不要忘了 年纪大 年纪大就了不起啊 你年纪大 你肿瘤大呀 想起了个段子 你大 你什么大呀 你肿瘤大呀 他斗死了 你大了不起啊 你啥大呀 你肿瘤大呀 哎呀 年纪大就可以无耻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 搞试完了之后呢 就放了一点那个 他就是 放了点那个BR的东西 BR呢 有一个作业叫什么呢 叫给电影配音 给电影配音 就是你找一个电影片段 然后模仿这个角色的台词 然后你给它录下来 录下来就 就类似于剪辑那种 剪辑配音那种 我觉得挺硬的 看了大概半小时吧 12点吃完饭 吃完饭呢咱们就去了 咱们一下午没有讲语 没有讲阅读 哎呀我觉得好奇怪 没有讲阅读 老师应该也知道 讲阅读呢大家都不感兴趣 今天但是呢 今天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呢 好像也有不少同学也不感兴趣 是什么呢 是发音啊 发音 这个因为很多很多这个 讲英文的就是 英文的模语者 他们发音吧 非常的简单省略 嗯 老师我们有时候听力确实是 听不出来 比如说 I am going to 对吧 然后呢 出来就变成了 哇靠 咱们这种非英文的模语者 你听到两个音 你会完全产生不了任何联系 对吧 I am going to 变成了 哦 这是蒙了 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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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蒙了 但是这个确实又是他们口语上经常讲的 I am going to I am going to 完全就是说 说面语是 I am going to 然后变成了口语变成了 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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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所以说得记两套发音 同一个意思 得记两套发音 还有一个 还有那个 那个大字 大字 大字变成了 大字变成了 这 大字变成了 这大字变成了 难以这个 哎 大字变成 这 比如说 What does this mean 是吧 然后就变成了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this mean 这不是两个不同的句子吗 怎么还能相同呢 整个就蒙了 整个就蒙了 比如说 What does this mean What does this mean 哎呀 就完全就搞蒙逼了 想不到他们说话是这么说话的 就是说你看你怎么说话 你就能判断你是不是当地人 就是这些小细节 是吧 小的始绝的东西 就好比说 好比说你是一个南方 你是南方人 是吧 到北方去 北方的朋友呢 教你说北方话 是吧 叫北京话 哎 这个大前门它不能读门 大前门它是门 它没有儿 但是你要读后门 后门呢 就有门 后门 后门 大前门和后门 那不一样 就跟一个北京人教你这种 教你这些方言一样 就是特别的这个 诡异 这个发音都不对 大前门后门 它不都是这样子的吗 很多人 它觉得这个门就是门 它不会读门 门 就不一样 对吧 然后你如果读门儿 也不对 那有门儿呢 比如说你要吃一个烤串 串和串 串串和串 又又是不一样 对吧 我要吃一个串串 很难怪他诡异的 那一听就肯定就不是当地人 当地人肯定吃饭 吃饭 烤饭 羊肉串 牛肉串 烤饭 烤饭 你不会 拍个破车 然后对啊 就是这种要地道人就是不一样 知道吧 很多东西都省略了 省的也太夸张了 知道吧 I'm going to I'm going to I'm going to to the library I'm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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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library So where do you go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I'm going to the museum 可能就是 说不清讲不清了 这个东西 然后他把这个发音 感觉如果你学会了 就感觉很像当地人 但是我觉得也很诡异 什么说话 I'm go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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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诡异了 反正我是读不明白了 这个东西怎么能这样读呢 发音呢 起码I'm going to I'm going to 这个从哪里来的呢 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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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的梦呢 怎么导航今天老是把我 往这条路上倒啊 为什么老是走这条路啊 我走了好几天了吧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这个 昨天又忘了上场视频了 因为我还有一堆昨夜没信 昨天倒是把视频给弄下来了 弄下来我忘了上环了 今天上场 老是会忘记 就是说我们呢也不是说非要讲的口语像他们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到底是讲的这个发音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老外说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这样一理解 原来他是说I'm going to 那我们就能够理解他说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必须要说的对 但是我们得听的对 听不行 那说也说不了 写也写不了 就行了 你听大概大齐不齐的听能听 听一二三是吧 不是量 很多时候你得生花细空 得背一些细节 这样的话能帮助你很多东西 要不然如果说 英文嘛 外语嘛 背单词啊 做一做语法呀 看一看文章啊 就会了吧 真的这么容易的话 谁不是从小学 小学初中开始背的这些东西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人人都 都这么英文好得不得了 对吧 谁给我发消息 给我发消息 昨天 昨天那个 加州开出了 美国历史上 这个 这个什么 彩票啊 好像是第二高的彩票 好像是十几个亿吧 第一好像是二十几个亿 扣完税的话 也就是减半吧 比如说你这么二十个亿 就可能拿到手上就是十个亿 如果是你一次性提的话 是吧 如果你不想损失十个亿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三十年 三十年 就比如说 咱们跑算一点吧 是吧 跑算一点 比如说你中三十个亿 三十个亿 你分成三十年提取的话 那么想看 一年你将近 能提一个亿 一个亿还不够嘛 对吧 假如你不想分三十年提取的话 那你一次性提取的话 也可以提取一半 因为另外一半要交税了 这个税很高的 比如说你中三十亿 你要到手的可能只有十五亿 是吧 这样的话就这个 哎呀呀 这些人都把我路给堵死了 这些人都打弄的呀 好了今天到了吧 不了了太多了 然后我要去忙了 拜拜了 一切安好一切安好 拜拜